与个绿军修赛奇是否需要引进一个第三核心 如果引进谁比较合适 绿军修赛奇引进第三核心 第三核心暂时没有合适目标 因为什么呢 绿军之前尝试过 就是引进肯巴沃克或者说海国德 这就是按理说的第三核心 因为整个球队是围绕双锋线大剑 肯巴沃克呢 他在双锋线身边 看起来是一个准明星 甚至人家就是明星 比当年这个麦克菲利的地位还高呢 跟当年文斯卡特级别接近 但你看好死吗 包死 因为肯巴沃克啊 他的组织才华有限 身高视野都有所不足 防守呢 又是个短板 那你说你引进他之后呢 防守这块有了不如一环 进攻段呢 他没有足够的篮球智慧 能够梳理好啊 整个球队的进攻体系 不行 化解对方严密的防守啊 他缺乏这样一种足够的破解能力 因此呢 你说你引进整个第三核心呢 再引进肯巴沃克这个级别的 其实这个级别是最现实的 年载当中这个级别 你要引进的话呢 概率还真是不算太低 问题就没用了 这个级别解决不了 绿山军紧迫的问题啊 那怎么办呢 你想引进更强的 当初这个2020年之后 修设成火箭的哈登啊 你有那几回吗 关键是 再找那会儿其实有点机会 你没说好呀 你没说好 你没有哈登来呀 你只要说引进不了 哈登库里 这个档次断位的 这种真正的明清后场 那你引进其他的白引进呢 事实证明 效果不好啊 还不如说 像这个肯巴沃克 什么海沃德之类的 把他们一脚踢开 加强球队的角色班底呢 因为最顶级的后场组织者 可遇不可求 三巨头 谁都梦寐以求 一旦说这种机会摆到眼前呢 哪只球队都无法拒绝 这种好事 轮不到这个卡尔特人 所以现在卡尔特人呢 理性的做法 就是继续小修小补 让这个角色班底啊 看起来比较强势 围绕双纷线 适当品一品 因为市场上没有 顶级的持球手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